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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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帕姆 列車剛剛收到了一條從羅浮仙舟發來的消息 從摘藥來看 似乎會和接下來的行程計劃有衝突 许久不见了 星穷列车的朋友们 不知各位的开拓之旅 是否顺利 近日罗夫仙舟 即将举行庆礼 星天延武一点 诸位曾帮助罗夫 米平灾厄 是仙舟联盟的好朋友 在此 警员代表神策府 承邀诸位 力临观礼 请诸位 务必波容赏光 还真是热闹啊 才从家族的 邪悦大典中抽身 这么快就有了 新的邀请 这么一想 怎么开拓之旅 就要变成了 到处吃吃喝喝玩玩的 快乐之旅 快 乐 是啊 吃吃喝喝玩玩 一路快速堕落的快乐 那就让三月留下 维护列车 我 我可没说不想去 我是很喜欢凑热闹的啦 只是希望下一个凑热闹的地方 不要再冒出个什么 星期五星期六 来跟我们作对 罗夫仙舟才度过了危机 举办延误疑点 也是在对外彰显 自己和平安全的状态 去匹诺康尼之前 大家也是这么说的 在家族的保护下 不会有任何危险 倒也不必被公蛇影 阎武疑点不似协约大典那样 隐藏了诸多秘密 他只是为纪念地宫与云齐 对抗风饶涅雾 拯救仙舟的壮举而设的节庆罢了 典礼前后出去 新查巡航的演出外 不过是些比武斗剑的竞赛 和我们去看过的 泰克岸机动球 没什么区别 姬子 你觉得如何 按照列车目前的状况 我们接受了黑天鹅女士的提议 应该安排一次 去翁法洛斯的开拓之旅 补充燃料 时间倒也不算紧迫 这次开拓之旅情况特殊 在去往下一站前 列车也应做好 补给支援方面的准备 正巧有黑塔女士牵线 我本打算在启程前 为天才俱乐部第八十一席 软眉女士 从金伦家申誉 带回一具古兽遗骸 做些人情交换 不过这么一算 至少需要几周时间才能返航 那就是去不成罗夫了 小三月 维系关系 这就是成年人生活 所必须支付的小小代价 既然罗夫仙舟发出了邀请 那么作为朋友 辛穷列车也理当赴约 我打算这么安排 帕姆会将所有人 先送往罗夫 之后 我和瓦尔特先生 则继续前往 完成与软眉的约定 你 三月 和丹衡三人 则可以作为列车官里的代表 出席疑点 你们俩 没问题吧 看起来大家都没什么意义 既然各位乘客已经达成一致了 那我们就准备跃迁 前往仙州罗夫了吧 金轮家身欲 他想从那儿找到什么呢 目前所有关于古兽的研究 只是证明了我们对这种生命 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 这才是天才会出手的领域 科学要做的 就是从无知的帷幕上 挑破一个孔 别太想我们 要是看到什么有趣的古兽化石 我会戴上几块 作为伴手礼送给你的 妻子姐真是动人心啊 在古兽化石和阎武语点之间 还是后者听起来比较有意思 对了大侯 这次去罗夫 你会跟我们一块下车走走的吧 放你们两个在罗夫上乱逛 我可不放心 而且我阿尔特先生说的没错 剑木栽役刚刚平息 无论是长生种还是短生种 都对灾难心有余悸 锦元选在此时举办阎武语点 显然是为了对外彰显罗夫的安定 既然他发出邀请 与亲与礼 我都应该去看看老朋友 故地重游 本姑娘内心 真是颇有一番感慨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诗情画意了 只是想到上一回抵达仙州时的波折和惊悚 这一回咱们既没有被人半胁迫半诱骗 也不是为了追捕什么通缉犯 更不是从卸货码头登陆 如此一帆风顺 真是难得啊 难得 新茶哈有这么热闹吗 今天人真是格外多啊 都快听不清彼此说话了 燕青说将军派他来接咱们 可他人在哪儿呢 我们去枝基前面等他吧 那是码头上最显眼的地标 三位 三位 请留步 那两个人是不是在叫我们呢 看打扮像是匹诺康尼人 不知你们几位是不是熟悉罗夫仙州的情况 略知一二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们俩来自匹诺康尼 也许你听说过这个地方 这次来到仙州 是为了采集一些有趣的梦境素材 嘿 巧了 我们刚从那离开 那就太好了 你们知道在这罗夫之上 有什么值得一去的景点吗 那是 我们仨可是仙州通 这段时间来的游客 多半会去参观演武疑点 我们几个就是为此而来的 我当然知道演武疑点的 但这疑点的擂台 不是还没开放吗 我听说这一次的演武类牌 是拿罗夫退役的巨型斗箭改装而成的 那多半是灰尝十号更大吧 不过咱现在只能等到几周后演武一点开幕 才有机会登剑啊 在此之前我们俩也不能耽误工作 所以才问你们有什么比较值得一去的景点 我们希望能找到那种 在匹诺康尼的日常梦境中 难得一见的特殊体验 我们的客户最喜欢这种梦炮了 诶 这里你最熟 快给他们出出主意吧 对对对 去隋远 那里可是罗夫著名的灵异圣地 到处都飘着些调皮的小鬼火 可有意思了 灵异 我不太喜欢恐怖题材 不过 我们的客户一定会喜欢 听起来确实有点意思 那我们就去你们说的隋缘了 之后咱也许能在隋缘再见 你们看 燕青似乎已经到了 诶 真的 对 我们赶紧去找他会合吧 各位 好久不见了 虽然感觉距离咱们上次离开也没过多久 但燕青 你是不是 怎么了 三月小姐 都说只要一不留神 小娃娃会突然长成熟人也认不出的样子来 燕青 你是不是 长高了一点 我们才离开了几个月时间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诶 丹衡先生也来了 让各位久等了 烟雾一点在齐 星茶海又是罗服的交通枢纽 我光是从人群中找人就花了不少时间 说真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罗服上见到这么热闹的景象 我原本还有些担心 剑木危机刚刚过去 举行燕雾疑点是否有些仓促 但看看现在的星茶海 将军选择的时机是恰当的 嗯 这些往来行人里 不仅有其他洞天的居民 还有像三位这样远道而来的客人 烟雾疑点召开在即 星茶海的客流吞吐连上了几个台阶 云骑的安全工作 也比过去忙上了好几倍 将军说了 想要让罗服从灾后重整旗鼓 恰恰需要这场烟雾疑点 张显武德 安稳民心 提振士气 还能借疑点之机 邀请友邦客人来访 促成贸易与和平 说起来 联盟队本次疑点还挺重视的 朱铭和耀卿两座仙舟 都派遣使者来贺了 是啊 不知老师是否听过他 千兴断炉的名头 云骑军的军器技术 十支五六都由他提供 朱铭仙舟一直以能功巧匠著称 听说著名的怀炎将军 自己就是工匠中的翘楚 要是能有幸得到他亲手锻造的宝剑 我怕是做梦都要笑醒了 亮亮燕青 下一步咱们该去哪儿 你瞧我光处在这儿 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 将军唤我 接各位去思成宫小座 他也很久没见各位了 想听你们聊聊列车的近况呢 一谈到自己感兴趣的是我 这小大人就露出了孩子气的音乐 嘿嘿嘿 确实 各单位迅速齐情 注意保护人群 刚刚还说街上的安全工作不容闪失 怎么就有事情发生了 抱歉各位 我得先去探探情况 说什么呢 我们和你一起去 啊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我想对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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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姑娘出手相助 走开 没时间先聊了 能否把剑还给 事出突然 要耽搁几位一会儿功夫了 准我探问一下 刚才到底是什么情况 剑中的朋友 你们虽然救了我们 我们是很感激 但连我们带货物也一块儿扣牙 这是不是就有些不像话了 我们收到命令 在查清袭击事件前一后果之前 必须暂时扣押贵方的货物进行检查 只要事后各方手续勘验完成 我们会连人带货一起放行的 这批货物压根就不是运往罗服的 还是公司的专利科技 你们凭什么检查 按照流程 任何抵达罗服的货物 都必须经过检查 我们也不算入港了 我们是遭遇了不离人的袭击 才不得不来罗服的港口避难啊 看起来他们会争论很久 像这样炒不出个结果的纠纷 咱们还是不要卷入为妙 谁是负责这支队伍的长官 我需要个解释 是我 抱歉 我们一时看守失察 都是我的责任 来 说说吧 言武疑点召开在即 罗服的一切以安全稳定为上 为什么在兴查海 会出现不离囚犯 按照流程 危险重犯应当收押在兴查中 全程不落地送往幽囚域 是谁允许押借犯人的船 挺靠在客运码头的 怪不得这位队长 是朱铭使劫舰太过热心了 你又是谁 在下陆军 巡防卫队的职守五官 多谢艳卿萧卫出手相助 士气仓促 绝非这位队长的过错 公司途经罗服中转的运输船 在即将抵达之际 遭到了不离人的袭击 朱铭的使劫舰出手相助 击溃了这股不离劫匪 并收押在船舱里 在罗服航行的咒语 公司的舰船被不离人打击 而朱铭的使劫救了他们 这案情听起来真负责 属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朱铭的使劫件案规矩 停靠在客船码头 将这群犯人移交罗服这边 你也知道 这些日子来 数不清的外客涌入罗服 星察航道压力陡增 还没等来压界的星察与航道管制 不离人狂徒便苟击跳墙了 于是 有了方才您看到的一幕 我们会尽快将这些人犯 送往幽丘狱的 如此看来 确实有势及从全之处 我会将此事呈报给地恒寺的治安厅 让他们配合善后 也许该听听当事人打算如何善后处理 也方便神策府了解情况 燕青 你真是越来越有大人的模样了 三月小姐 你就别损我了 阎武一点钱 仙舟的安全就像一根紧绷的弦 看似平静 但只要稍稍一波 就有余波动荡不休 咱们刚才说说的那些 那些家伙 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这些狼狩怪物 换作不离人 是与仙舟长久为敌的 风扰秘误 长久以来 不离人势力众多 血腥掠夺和奴役着众多世界 其祸害 比起还与虫栽也不遑多让 三十年前 联盟还曾和他们大战一场 这些年里 他们的活动 渐渐不再像往日那般猖獗了 谁能想到 按刚才那个武官所说 他们是在靠近罗伏的咒语 袭击了公司的舰船 如此明目张胆的袭击 真是古怪 我也觉得奇怪 看起来 公司和他们结仇不小啊 闲话不提 该办正事了 将军要我接各位去私城宫 燕青本想再和你们几位多聊聊天 但有些事 时时刻刻都让人放心不下 放心不下 莫非 是追捕不离人 需要咱们帮忙吗 不用不用 一点小事罢了 那个 刚刚出现的那个姑娘 把我的剑顺走了 我打算去地恒司报个失误案 看看能不能找回 人家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啦 也许人家就没走远 不再找找吗 快走吧 咱们别让将军久等了 别担心 有这样伸瘦的女孩不多见 应该没那么难找 会带来麻烦的家伙 还真不少啊 将军 我将列车的客人接来了 不知道将军见客 燕青来得不是时候 无妨 你来得正是时候 星穷列车的诸位 好久不见 想 怎么能不想呢 数人事相逢 百年欢笑 能得几回忧 大欧 他到底什么时候 和将军婚得这么熟了 两人说起话来谈笑风声呢 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一定发生了不少事 最好是这样 容我向诸位引荐 这位是仙州著名的天将 竹渊将军 怀言 不必如此正事 老朽此行便衣简从 与来官里的游客 并无区别 严老不仅是地公的将军 亦是公造司的白野 容骂孔总之外 更擅长百般攻强 如此仁锐 在天将中亦是独一无二 将军也好 白野也罢 都不过是应时加深的名头 老朽早已卸任数次 只是如今局势变化 元帅再度征兆 我不得不走马上任 说到底也怪我 我他实在是太久了些 难免遭人非议 拜见怀言将军 拜见怀言将军 诸位不必客气 今日我与你们一样 是罗福的客人 啊 敬元 这三位就是你之前提到的 助你米瓶 剑木灾疫的救星咯 正是 丹衡 三月七 还有这位 若无这几位朋友 力挽狂澜 罗福怕不能轻松度过此劫 尹阅君的后事重回罗福 官里延武疑点 若有机会 老修想同你喝上一杯 丹衡随时奉陪 那旁边这位小朋友是 我的弟子燕青 只因年纪尚浅 晚辈让他待在身边 充任侍卫 希望能让他多受历练 这次延武疑点 他会代表罗福云奇 手类近风 接受四方挑战 好 好 好 老修今日 能一次得见这么多青年俊艳 真是不忘此心啊 对了 上了年纪便容易忘事 旁边这位是我的徒孙 云梨 是你 哦 是你啊 你好 你们认得呀 看来不用介绍了 真是踏破铁蝎 无觅处 我本以为 要飞上不少功夫 才能找到这位姑娘 老修的好奇心都被吊起来了 快说说 你们俩 怎么就互相认得了 这位姑娘在星长海出手 帮助阵服逃跑的 不离人囚犯 燕青 先在此谢过 但你离开时 也顺手带走了我的飞剑 飞剑 哦 我还在想 怎么行囊里凭空 堵出一把短剑 原来是你的 正是 既然有人在会 希望你能 这恐怕不好 不好 你是想要要回这把剑吧 可以 但不能是以这种方式 我们诸明的规矩 在战场上失去的剑 要在战场上拿回来 这把小剑便是如此 它飞在空中 本该射向那名逃窜的不离人 可惜剑主心性纷扰 反倒让它向之折翼的飞渊 吃了准头 况且 若不是我伸手接过这剑 助它命中目标 那不离人早已逃之夭夭了 营丽姑娘 你二话不说带走了我的剑 怎么还能若无其事地拒绝物归原主 罗浮剑势不过如此 你说什么 你若能大大方方 堂堂正正地从我手上夺回自己的剑 云离心服口服 可你没有 你竟想着大事话想 当着大庭广众 随随便便让我还剑 恕我直言 你对助我等杀敌护身的剑气毫无尊重 配不上这柄剑 姑娘 难道没人教过你不告而取视为贼吗 如果非要用剑说话 可以 就咱们俩 现在一对一 燕青 这才对 你可得小心了 我不像不离人那门好对付 你也住嘴吧 赶快向燕青弟弟赔罪 爷爷 你到底这儿哪头的 爷爷 爷爷哪头都不这儿 小小误会 赔罪严重了 耳闻诸名仙舟 剑术与将义位于巅峰者 有燕伦八叶的美名传世 今日见到名列期间的云离小姐 却有火一般的风姿心性 什么美名啊 总有好事之人热爱编撰虚名 为云旗乱离山头 云离只是个孩子 面薄怕生 行事无理之处 还望各位 见谅啊 诸位 我和阎老还有些事要商量 眼下让燕青招待几位客人 与云离小姐 先去客栈入住 之后我会另选时机 与各位畅谈 好好答谢星穷列车 当初救助罗夫 不及水火之中的恩情 真是客气 您都谢了好多回了 怪老朽来的不是时候 三位客人见谅 欢迎将军眼中了 丫头 去吧 借这个机会 好好和燕青 解开误会啊 是是是 冤家一解不一解 不过 我打算先不去客栈 我要见见凌莎姐姐 她刚到罗府 正需要人帮忙安顿呢 燕青 安顿了客人后 替我再跑一趟公造司 我听闻公司建船御席 被扣押一事 青族送来了消息 说公司的人正在抗议 想取回船上的货物 你代表我去安抚他们一下吧 不可太强硬 只要表达罗夫先舟 无以侵犯他们的权利就是 燕青领命 大航啊 我还以为先舟的将军 个个都跟警员一样 但这位怀炎将军 却这么 呃 这么瘦瘦小小 一副迎风就倒的模样 这个干巴巴的老爷爷 真是帝宫天将吗 每座贤州在联盟内 各有所思 各有所长 帝宫的将军们 也并非个个都善于冲锋陷阵 你刚才听见锦阳的介绍了 怀炎先生 曾是著名的巧匠之首 你没感到奇怪吗 仙州人会衰老吗 我在仙州上可是很少见到老人 就算桥界也是些义帮人 但 这位怀炎将军看起来 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爷爷 他真的是仙州将军吗 好问题 他就在这边 不如你亲自问他 不要 我还想多活一阵子 走吧 将军让燕青招待我们 显然是有要事讨论 咱们就别待在这儿耽误时间了 这是清祖姐刚才发过来的暗城 让我看看 将军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大难题 要说服公孙 也谈不上考验吧 除了战术与武艺之外 云奇士官 偶尔也得解决一些外交纠纷 只是 用语言交流 终归不如战场上 用武器沟通那么简单 尤其是要面对公司的人 他们说起话来总是一套一套的 最让人疼疼了 不操心这些了 我带各位去客栈吧 罗浮的阎武艺点 能得到您大驾光临 自然是罗浮的荣幸 只是区区一个阎武艺点 却能劳动朱鸣和耀青的两位天将 同时到来 恐怕也不仅仅是为了官礼吧 阎老这次前来 袁帅可有什么吩咐 警员 你多心了 我说过 这次前来除了让孩子见见世面 老朽对罗浮的状况 并无说三道四的想法 但那位要亲将军有什么打算 同样也不是老夫能说三道四的 还记得吗 在你旅任之初 我曾告诉过你 地宫天将的战场 不仅在仙州之外 上阵折冲 队内斡旋 将军这个名头 所承载的重量 要远胜于他的字面一死 那么多年过去了 你始终做得很好 但对仙州人来说 活得太久 是一种诅咒 这意味着生命中犯下的 每一次错误 都在暗处虎视眈眈 终有一日追上你 吞没你 罗浮上发生的一切 元帅皆已窒息 而要亲的天机将军 他正是为你而来 不过怪了 他怎么还没来啊 都说要亲的天机将军 一贯动如雷霆 仙声夺人 今天这么迟到 可不是他的作风啊 怀炎将军此言诧异 闭上一早就到了 只是两位想必有所耳闻 他的性情 向来不受拘束 他一下心查就跑了个眉影 说有事要办 拦都拦不住 想必两位就是仙周耀卿的使者 天机将军仗下幕僚 焦丘 莫泽 拜见两位天教 有意思 客人到访 不禁止来见主人 反倒是派人传信 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你说说 他有什么比来这儿 更重要的事情啊 陛上听说 夺福之上陵渊镜中 最近多了一处奇景 十分壮观 想来是赏景去了 好个奇景 我来给你翻译翻译 景渊 这小子是在阴阳怪气你呢 怀炎将军言中了 在下不过是巨石传达罢了 我家将军考虑到 让两位久等不妥 先请我们二人前来 待他赏景结束 便会亲自到访 向两位致歉 糟糕 忘了让云里把剑还我了 那可不行 每把剑都是雁青的宝贝 若不是将军阻拦 就凭那女孩大言不惭的口气 我一定要让她好好领教一番我的剑法 说起来 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总觉得 今天的将军有些 有些拘谨 是因为那位怀炎老先生的到访吗 拘谨 有吗 也许是雁青多心了 你并没有多心 近四尘宫开始 我才意识到 你所说的诸名献州的使者 竟是诸名的将军本人 那么 要亲献州的使者 想必也就是那位天机将军了 没错 这就是整件事情不寻常的地方了 这到底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 他们不就是像列车组那样 收到了来自警员的邀请 延武疑点不过是一场小小的节情 能让其他先州的两位天将同时来到这儿 只怕另有原因 他们是为了罗夫剑木灾疫一事 前来问责的吧 问责 不至于吧 要王秘传的坏家伙和反物质军团 入侵罗夫大搞破坏 罗夫不是受害者吗 哪有受害者被问责的道理啊 丹树的叛乱 幻龙的计划 在联盟其他天将眼中 只是一面之词 只有一样铁证被留了下来 一幻无穷 剑木 罗夫先州压制许久的兽温祸绩 再度重生 是不争的事实 但究竟是反物质军团的阴谋策动 还是罗夫内部起了判心 连锦元本人也摄入其中 菜仪的火一旦点燃 就很难被熄灭了 我真傻 真的 原以为能用一场说走就走 快快乐乐的旅行 现在看来 到哪儿星穷列车都拖不开是非呀 可恶 我一开始竟还真以为天将们只是前来官吏 还满心欢喜呢 如此想来 我听说这次随朱铭使劫而来的 还有一位单士 据说 会出任罗夫丹顶司的新任司令 朱铭派来的人 担任罗夫的私底 倒是有先例 只是这时机 听丹衡先生一说 阴卿才察觉到 这背后涌动的暗留 将军此时 正承担着莫大的压力 可我竟全然不察将军的苦恼 真是幼稚 你也别这么想嘛 大人们的事 本来就该大人们来操心 何况 眼下你能为你家将军做些什么呢 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三月小姐说得没错 燕青本是低微 眼下还不能为将军分忧 但我可以尽力做好将军交代的每一件事 我们走吧 在将三位的住宿安排妥当后 我还要去公造司 处理公司的抗议 看他这稀释重重的样子 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 我们陪你一起去公造司吧 这 不妥吧 三位愿意帮忙 我很感激 但公司职员格外难缠 我担心 反倒让列车惹上麻烦 你放心好了 对付公司的人 我们列车组可相当有经验 十星十人你听过吧 我们和其中好几个都打过交道 对吧 谁乱吹牛了 几个公司职员难道被杀金还厉害 不能够吧 好吧 既然老师们有意帮忙 那我也不再推辞 去公造司会会他们吧 你们这些仙周人到底讲不讲道理啊 我算是明白了 用你的话说 这叫趁火打劫 对吧 我现在就是 这阴阳怪气的声音实在耳熟 似乎在金人像里听到过 我也不是没和你们天波斯打过交道 你们那刁难人的行事作风 我早就习惯了 但现在你们直接明抢公司的货物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都说了很多次了 只要开箱完成安全检查 我们自然会放行 你是耳朵出了问题 还是脑袋不利索 我听得很清楚 也想得很明白 我的话说得更直白 没戏 再扣着我的货物不放 我一直诉状 执行告到你们将军那里去 混蛋 你说谁是狗 怎么 又是你啊 你这家伙是赖在仙州 不走了是吧 真是 好难事 遇上你准了也好事 这不是星球列车的客人吗 怎么和燕青一起来公造司了 他们遇到了点麻烦 是我 我遇到了麻烦 看来这位公司员工 是老师的旧事 也不知 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希葵姐姐 我被派来解决公司的抗议 眼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如你所知 朱鸣使劫舰救下了这艘被不离人袭击的公司运输船 然后知乎云骑军拧到位 将他带回港口完成修复与检查 这位就是运输船的负责人 斯科特先生 原来你就是斯科特啊 我听他提起过你 你不是被赶出罗浮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你以为我想回来吗 我原本以为只是进港维修一番 就能离开这晦气的地方 谁知道一进港就冲上来几个云骑 把货舱里的货物都抢走了 什么叫抢走 说了多少遍 这是安全检查 那怎么又拉到公造司来了 还找了一个张头鼠目的匠人 这不明摆着要投学公司的专利技术吗 我说这位 远道而来的客人 第一 天博司检查到你们的货物中 存在疑似危险武器的物品 所以才要求我来进行确认检查 第二 我到底哪里张头出目了 我就纳闷了 就算是危险武器关你们屁事啊 要不是越往罗浮 我们修好船就走 不会在这儿卸货的 但你们要在港口停留数日 才能修复引擎再次启航 我们怎么可能让未经检查的危险品 在罗浮港口停留数日呢 我明白了 安全检查 应该不需要拆解货物吧 本来不需要 我们原本只做了些进一步的扫描检测 但扫描结果却发现 货箱中存放的不只有机械结构 还有一些近似生物组织的特征 生物组织 这箱子里装着活物 具体的结论 恐怕要等丹顶丝的人来确认 不管怎样 按照条例 我们都要启封其中一个货品 进一步检查 但这位公司专员 却用专利保密的理由 一再阻挠 联盟对生物制品的管理条例非常严格 如果不进一步检查 天博司是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放行的 好啊 谁想动这批货物 我斯科特就和谁拼命 不管我们运的东西 是生物还是机械 都和你们没有关系 我要投诉天博司的处理程序 看来这位斯科特先生非常顽固 不是很容易说服 眼睛实在不希望和公司 闹到撕破脸的地步 我听说过你之前帮助金人像的事情 当时公司方面的代表 就是这位斯科特先生吧 既然你有对付他的经验 看来这次也得麻烦老师了 你们在那里嘀嘀咕咕什么呢 快点把货物还给我们 我记得这家伙的性格 属于典型的吃饮不吃软 但姑且还算是遵守规则 嗯 利用他的性格特定来对付他吧 既然你们搬出安全规章 那咱们就来谈谈法律 按照仙州联盟 星际和平公司贸易共识宣言 第四款之规定 联盟和公司 绝不能侵犯对方的知识产权 你的逻辑太混乱了 我听都听不懂 你能不能先随便找这猴子 和他学学说话的一手 再回来和我讲这些废话 虽然在金人像 你面对的是民间商会 你可以抬出公司来吓唬他 但眼前这位云旗萧卫 代表了罗浮将军的意志 不会被你几句话唬住 当然 我相信我们双方 都希望事情能和平解决 说得不错 我当然希望事情能顺利解决 但眼下这不是被僵化的手区 卡住了脖子吗 且不谈知识产权保密 光是这些博士学会制造的 测试原型机的造价 就高得你们无法想象 要是有什么闪失 用尽你们漫长余生打工 也赔不起 自科特先生能否核算出一个具体金额呢 在检修过后 要是有所损坏 列车 不对 这天博斯方面 是愿意召驾赔偿的 天博斯当然可以赔偿 前提是 要能明确出具相关的损坏报告 我不怀疑天博斯的财力 但是 这也不是钱的事 你们几个倒是挺能说会道的 要执行安全检查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得给我几天时间 毕竟事关重大 让我和公司组部沟通一番 斯科特先生 这是想用拖字诀 等拖到剑船修好 天博斯就只能不经检查 放你们离开喽 只要不违反法律 公司的人当然可以自由来去 算你有见识 你是谁 自我介绍一下 妾身是罗浮丹顶司司顶 灵莎 莫非她就是 嗯 她就是那位从朱铭仙舟 被派来此处的新任司顶 公造司发来文书 说有含有不明生物样本的货物 滞留此间 需要丹顶司派人看宴 左右 我闲着也是闲着 就亲自来喽 斯科特先生 您要是真不打算让我们查宴 我们就不查了 无所谓的 这怎么能说无所谓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说话了 既然你说不查了 那我也要将这个货箱一并带走 没有意义吧 意义 切身能有什么意义 不仅是这个样品 运输船上那些货物 你们也都可以留着 我们不会检查的 等等 这样才像话嘛 能有这样通人性 我是说通达人情的态度 刚才也放不着撕破脸 过几日引擎修复完毕 我们的船就会离去 船当然可以离去 但货却走不得 按照仙舟与公司所签署的 进出口法规 一切生物制品 只有确认其对外界 不会造成危害 或失去生物活性 才能离开港口 不过 既然我们无法判定 它是否会造成危害 那就只有等它 自己失去生物活性了 嗯 按照现有的判例 我想想 通常只要四十七个性率 一年就够了 只要 不至于这么惊讶吧 我看你也挺年轻的 中气也足 再活个几十年 问题也不大的 对自己有点信心吗 不愧是长生种 说起话来加强逮霸 你们可以不在乎时间观念 但每一分钟 延误所造成的损失 我都要添博斯 加倍赔偿 看来斯科特先生很有信心 自己的职业和人生 都能支撑到 见证这场胜利的时刻 兄弟们 让开吧 让他们查 可是 斯科特先生 我也知道 我找到 你家的职业 还在那里 我用这个职业 我以为你家的职业 我都应该在职业 我以为你家的职业 我已经在职业 一切都能做到 不就在职业 我认识了 我以为你家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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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你老兄 这位姐姐 还真是不简单呢 这就是公司的货物 听好了 任何因解差而造成了损失 我都会向贵司提起赔偿诉讼 把他关了 你们就要把这种东西 在罗夫的码头上放好几天 这也太危险了吧 这 这 这真的不管我们的事 一定是你们刚才不小心 出发了货物的防卫程序 事已至此 还是不要推诿责任更好些 我是真不知道这东西 怎么就动起来了 我可以向虎婆王发誓 够了 西魁小姐 麻烦你领几个云旗 先把这几位公司的客人 护送到天博司吧 明白了 请吧 斯科特先生 各位大人 初步查验了一番 却如同将人担忧的那般 其中 藏有生物组织 我甚至不确定这东西 算是技巧 还是生物 这东西的核心部分 是黑化里称为尸剑的东西 说得通俗一些 这一台机器是以某种生物的神经 作为控制中枢驱动起来的 我要取走些样本 让丹士们分析分析 就能知道这生物组织的来源 博士学会为何会动用 这么有被人伦的技术 为了制造新的武器吗 不管为了什么 这也许正是不离人 会袭击这艘船船的原因吧 也难怪公司的人 不愿意让咱们开箱查验 我会联系石王司 请判官前来权衡判断 按照规矩 涉及危险生物的囚犯与武器 都应当运往优球与收容 再做进一步处理 毕竟 那里是整个罗夫最安全的地方 将人先生 请与迎其同去 向判官说明情况 我来时预感到公司的人难缠 只是没想到 他们如此难缠 多谢灵莎小姐帮助 我还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呢 多亏您剑术高超 击倒了这个大家伙 妾身本以为将军的护从 都是昂藏武夫 没曾想 燕青大人竟然如此 嗯 说得不错 至于这三位 想必就是来自 星穷列车的客人吧 你们就罗夫于水火之中 好生令人钦佩啊 也没那么厉害啦 时间还早 不妨就趁着这个机会 请各位去丹顶司喝杯茶吧 正好 也让我听听诸位 对于丹顶司重建事宜的建议 那燕青 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你们三位也要一起来哦